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五官中算最累的感官了 因为人生来就有的五官中 在与人的交际上 只有嘴巴是用来与他人说话交流的 交际的方式有很多种 但大多数人大多时候都是以说话的方式相处的 一个人的谈吐可以反映出他本身的修养与情商的高低 懂得交谈的人是在交谈过程中 不说关于自己的这三样东西的 一 少说自己的秘密 人人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或多或少或有时候都会向他人倾吐秘密 倾吐秘密也是一种发泄自己不好情绪的方式 人难免会有负面的情绪 当一个人有不好的情绪时 就会向朋友或者挚友诉说自己的事情 这时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秘密说出来 把秘密说出来是难免的事 但谁又会想为你的秘密买单呢 秘密这东西是让人好奇又惊叹的 因为它代表着你之前所做的事没人知道 只有你自己知道 而你自己又把这秘密说了出来 说出来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说给了心怀不轨的人听 那这些人就会利用你的秘密来对你进行不正当的事情 秘密是一个人内心藏的最深的东西 压抑时就会想把它分享给其他人 所以说秘密不要轻易说出 除非你觉得这秘密对他人有好处 否则就不要和别人交谈你的秘密 二少谈自己的过去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段过去 它也许是我们狼狈模样的烙印 也许是我们成功喜悦时的见证 过去的所有我们可能无法也没有必要将它们抹掉 但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今后人生中的一个教训 或者反面例子 以此来督促我们更加要砥砺前行 有些人与人说话 总喜欢拿自己的过去说事 然后再补一句 如果当初我不这样做的话 现在也不会这样了 说话的人觉得不厌烦 但听的人已经觉得没意思了 人家与你交谈 是想听你一些有用的东西 而不是来听你缅怀过去的 更何况过去的东西终究是过去了 所以我们没必要再把它搬出来 说给别人听 真正能代表一个人一生的 是现在与未来 而且如果你在与别人交往时 说起自己的过往 你得到的只是别人的同情 你失去的可能是信誉度和朋友了 我们都有过去 但过去只是自己的过去 又不关他人的事情 自己的过去 自己藏在心里就行了 然后走好之后的人生路 三少拿自己的成功炫耀 根据观察 成功的人很少拿自己的成功说事 说也是轻描淡写的描绘 而那些失败的人 是拿自己以前的成功来说事 谁都有一两次所谓的成功 但其实那并不值得一谈 一个人所说的话 所交谈的内容 所举的例子 都是在暴露自己的性格 修养 当你经常向他人说起自己的成功时 其实是一种变相的炫耀 炫耀你成功的不容易 但不应该成为你的饭后家常 人人的时间都很忙碌 所以也不会想花时间来听你过去的成功 有多么的成功 与人交谈都是有技巧的 懂得交谈的人会收获一大批听众 不懂得交谈的人 当你想和别人说起你的事情时 发现找不到一个愿意聆听你的人 把秘密再藏一藏 把过去都存起来或者忘掉 把愉快的一面展现出来 要记住 你现在是处于现在进行时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为大家今天带来的内容 感谢收看 欢迎转发 点赞